世界上真的有看不到的生物存在吗 你见过世界上会隐形的动物吗 你敢相信吗 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 除了那些我们一眼就能看到的大型动物 其实还有一些伪装手段非常高超的生物存在 这些动物拥有独特的身体构造 在自然界 它们几乎可以完美地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即便它们就在我们眼前 如果不去仔细观察 我们也很难发现它们 今天这期视频 黑头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罕见的 始终隐形动物 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伪装高手 大家好 我是黑头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 给黑头个霸气鼓励 谢谢 好 第十个 柳叶曼 一眼看上去 这个家伙就像是穿了隐身衣 它们的身体几乎是完全透明的状态 如果不仔细看 我们甚至都很难发现它们的内脏以及骨架 再加上它们通常都生活在海下一百多米深 在这个深度内光鲜暗淡 如果没有照明设备 即便这种柳叶曼就从我们的眼前游过 我们也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 在这种环境下 柳叶曼几乎就是一个隐形的状态 这种柳叶曼实际上就是一种远洋鰻鱼 也就是鰻鱼的一种 这种透明状的鰻鱼 其实只是柳叶曼的幼虫 也就是寒味成熟的柳叶曼 它们的身体内含有透明的果冻状物质 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肌肉和可见的肌瘤 它们的内脏以及身体器官很小 大多都集中在身体中间的那一根细小的肠道管上 再加上这个家伙的身上也没有任何的红细胞 这才会使得它们看上去 就犹如隐形的状态一样 不过这种柳叶曼也并不会终生是透明的 随着它们长大成熟 它们的这种透明状身体 就会逐渐的转变为不透明的状态 好 第九个 竹节虫 竹节虫可谓是丛林当中 伪装技术最强的昆虫之一了 这个家伙的外表看上去 简直就与普通的树枝无异 如果我们从未了解过这个家伙 很多人可能这一辈子都很难亲眼发现它们 竹节虫这种一甲乱针的本领 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擬态 这个家伙的身体颜色 可以根据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变化 它们可以根据光线 湿度 温度的差异 改变体色 让自己可以完美地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从而起到迷惑其他捕食者的作用 来防止自己被吃掉 别看它们只是一种昆虫 这家伙的智商可一点都不低 它们在面对捕食者的时候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 它们就会迅速地从伪装的树枝上 坠落在地面 然后将自己的枝壁收拢起来 躺在地上 伪装成散落的树枝 一动不动 一旦找准机会 就会偷偷溜之大吉 在全世界 竹节虫的种类多达2000多种 生活在我们国家的 大约有20多种 这种虫子主要都分布在一些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的竹林里 在我们国家的湖北 云南以及贵州等地 均有分布 目前已知世界上最长的竹节虫 是一种名为 尖刺足刺竹节虫的 它们的最大体长 可达60多厘米 是迄今为止 人类发现的最大的竹节虫种类 对了 还有就是这种虫子 可以孤雌生殖 简单点说 也就是无性繁殖 雌性竹节虫 可以自行产软 单独进行繁殖 也就是说 这个家伙不需要找对象 它们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后代 好 第八个 兰花螳螂 如果从没见过 很多人都会将它误认为是一朵花 但实际上 它是一种螳螂 属于花堂客 之所以叫兰花螳螂 是因为这种螳螂的颜色 与兰花非常接近 并且它们很经常 趴在兰花上伪装自己 这个家伙可以随着花色的深浅 去自行调整自己身体的颜色 从而完美地将自己隐藏起来 这种兰花螳螂 通常都生活在 东南亚地区的雨林中 它们的成年体长 大约在6到7厘米 它们将自己隐藏在兰花上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捕食者 但还有一点 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为了捕猎 兰花螳螂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体构造 将自己伪装成兰花的形态 从而去诱捕蜜蜂 蝴蝶等等一些小型昆虫 这个家伙虽然外表看上去非常漂亮 但实际上 这种兰花螳螂 是一种相当凶猛的昆虫 它们属于一种肉食型昆虫 主要就是靠捕食其他昆虫眉生 有时候如果等不到猎物 它们甚至会去选择自己的同类下手 即便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兰花螳螂也会照吃不误 还有就是它们同类相识的这种现象 从幼虫就会开始 这家伙看上去漂亮 实际上相当残忍 好 第七个 夜虫 这是一种身体酷似树叶的虫子 它与上面的竹节虫一样 同属于竹节虫科 夜虫的伪装手段足以以假乱真 即便它们就在我们眼前的树枝上 我们也很难发现它们 这个家伙与树叶的相似度 几乎高达80%以上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即便是树叶上的叶脉 在夜虫的身上也可以看到 一眼看上去 它与普通的树叶无疑 非常相似 这种虫子趴在树叶上 几乎很难被发现 除了长得像树叶 它们甚至还会模仿 树叶上被虫子咬过的痕迹 更过分的是 这家伙在移动的时候 也会伪装成树叶被风吹动的样子 晃晃悠悠的慢慢移动 看上去就像是被风吹动的树叶一样 伪装手段乃是相当的高超 这种虫子白天一般不会活动 白天 它们通常都趴在一些树叶上 伪装成树叶的样子 一动不动 只有到了晚上 它们才会活动 对了 还有就是它们不单只会模仿 绿色的树叶 甚至是干枯的树叶 它们也会模仿的没妙没笑 相当厉害 好 第六个 夜尾庇护 这是一种外形看起来 很像枯萎的树叶的一种庇护 特别是它的尾巴 与枯树叶的相似度极高 也正是因此 它才被称为夜尾庇护 这种庇护 仅分布在马达加斯加 与以上的那些一样 它也是一种伪装高手 夜尾庇护的躯干和四肢 能够紧紧地贴在树干和树枝上 它们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压扁 以减少身体的阴影 只将自己酷似树叶的尾巴抬起 伪装成树叶 以此来防止其他捕食者 它们在进行伪装的时候 身体也可以像变色龙那样变换颜色 从而可以使自己适应更多的环境 这种庇护属于夜行性 白天通常都趴在树枝上 到了晚上才会活动觅食 对了 还有就是这个家伙在当地 被称为恶魔夜尾庇护 之所以在它的名字前 加一个恶魔的词言 是因为这种庇护的头顶上有两个角 并且它们还有一双红色的大眼睛 乍一看上去 外形有些可怕 当地人有点怕这种庇护的外表 所以就给它附上了一个恶魔的称号 好 第五个 豆丁海马 也叫猪如海马 乍一看上去 相信各位领导很难发现它们在哪里 其实黑土同各位领导一样 也没有发现 这个家伙对于我们来说 它们几乎做到了隐形的状态 如果它们不想让我们发现 那么我们几乎是很难找到它们的 豆丁海马是一种体型非常小的海马 它的身长大约也就在一厘米左右 非常短小 人们首次发现这个小家伙 是在1969年 并且发现过程 还是人们为了研究一种海扇珊瑚 才偶然发现它的 豆丁海马经常藏身在各种不同的珊瑚上 它们的体色有红色 灰色 黄色和白色 它们的身体颜色会随着周围的环境 而产生拟态 随时变化 这个小家伙的身上 还长有肉瘤状的凸起物 正好可以完美匹配珊瑚上的凸起物 它们攀附在珊瑚上 很难让人分辨出来 伪装得非常完美 如果不是人们为了研究珊瑚 偶然发现它们 可能至今 我们都不能发现这种小海马的存在 这种鱼是一种底漆鱼类 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海洋底部 比目鱼这个家伙远看上去 其实并没有很奇特 但如果各位领导近距离观察 就会发现这个家伙很丑 之所以说它丑 是因为比目鱼的两只眼睛 长在它们面部的一侧 也就是两双眼睛 都长在同一侧朝上的脸上 而且身体扁平 眼睛向外突出 看上去那家伙相当别扭 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它们这种眼睛 长在同一侧脸上的独特构造 其实并不是刚开始就有的 幼年的比目鱼 与其他鱼类一样 头部两侧 各有一只眼睛 然而随着它们长大成熟 另一只眼睛 就会慢慢地迁移到身体的另一侧 嘴巴也会随着眼睛的音味 逐渐变得扭曲 从而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传练后的比目鱼 只能永久性地单侧 躺在海底 看上去就像在地上趴着一样 不过这种独特的身体构造 也为它们的生存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比目鱼在捕食猎物的时候 可以将自己的身体 完美地隐藏在沙子底下 只露出两只眼睛 去观察猎物的动向 一旦由猎物靠近 它们就会迅速从沙子中跃起 猛地向猎物发起攻击 难以想象 被这种比目鱼袭击的猎物 心理阴影面积得有多大 好 第三个 孙海翘 第一眼看上去 这种生物就像是一个透明状的玩具 但实际上 它是一种生活在北极海域的一种 海洋无几追动 尊海翘的身体几乎完全透明 它们通常都活动在靠近南极大陆 比较寒冷的海域 透明状的身体 是尊海翘天然的隐形衣 因为在水里 透明状的身体 就是最完美的卫装 这可以使它们避免很多捕食者的袭击 尊海翘的体型并不大 身长通常也就在10厘米左右 它们在水中移动的时候 并不是靠游泳 而是利用喷射推进的方法前进 也就是通过收缩自己的身体 形成一个抽水的过程 从而起到向外喷射的推力 在吸水的同时 它们还可以将水中的浮游生物 通过自己的身体 过滤下来 然后吃掉 这种罕见的生物 即便是我们刻意的去寻找 用肉眼也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 好 第二个 圆黄掌周鹅 如果你从未见过这个物种 第一眼看上去 你可能会认为它只是一小节断掉的树枝 但实际上 它是一种飞蛾 这是一种体型相对较大的鹅 它们的双翅展开 可达6厘米 它们的前翅呈灰色 顶端有一道块突出的浅黄色斑块 翅膀尾部呈乳白色 所以在它们一动不动休息的时候 看上去就像一根折断的树枝 这个家伙广泛分布在欧洲 亚洲到东西伯利亚 在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 以及河北 山东 江苏 浙江 湖南 湖北等地 也均有分布 圆黄掌周鹅的这种特殊外观 可以帮助它们躲避很多天敌 在遇到危险时 它们只需一动不动地趴在树枝上 就可以实现完美的伪装 还有就是圆黄掌周鹅 也属于异性性动物 白天通常都停留在树上 一动不动 到了晚上才开始活动 还有就是这个家伙 其实是一种害虫 圆黄掌周鹅 主要以各种树木和灌木为食 它们会将自己的卵 产在植物的叶子上 这些幼虫啃食树叶的能力很强 很影响树木的生长 并且由于它们自身出色的伪装能力 使得很多鸟类 或者其他捕食害虫为食的动物 很难发现它们 当然 这一点也恰好能够凸显出 圆黄掌周鹅的伪装能力 有多出色 好 第一个 枯叶夹叠 这是一种夹叠科动物 它们几乎不需要去刻意的伪装 只需将自己的翅膀折叠起来 就会变成一个枯叶 它们如果落在枯叶堆里 我们几乎是不太可能 能轻易发现它们的 因为这个家伙与枯叶太像了 就连它们身上的小黑斑点 看上去 也与干枯或者溃烂的枯叶非常接近 当它的翅膀合上时 即便它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我们可能也不会发现它 不过当它们将翅膀展开的时候 还是相当漂亮的 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 它们那掺杂着蓝色与其他颜色的翅膀 会显得格外漂亮 这种枯叶夹叠 大多都分布在东南亚地区 通常都栖息在一些潮湿的枯叶林中 它们主要是以一些腐烂的水果 或者动物的粪便为食 是一种典型的食斧蝶类动物 它们的天体主要就是鸟类 每当危险来临 铺叶夹叠就会迅速地进行不规律的飞行 然后找准时机 将自己的翅膀闭合 掉入树叶中 并形成一个固定的姿势 一动不动 将自己伪装起来 以此来躲避天体的追杀 对了 还有就是这种蝴蝶 在我们国家非常罕见 虽然它们的地理分布广泛 但由于该物种的积极地碎片化 以及各种人为的原因 导致它们的数量种群正在急剧下降 也就是说这种蝴蝶 除了伪装的让我们不容易发现 它们的数量也很稀少 这就代表想要亲眼遇到它们 是相当困难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很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图点个赞 谢谢